剛才我們唱完 也沒那麼無腦啦 可是還蠻有內容 是在寫永康街的一個 小小的戀愛故事 那麥克斯就在永康街 六十一下 台北市 我在寫歌詞的時候 有時候想要寫一個地名或錄影 然後想不出來寫哪裡 就會寫自己家裡的佛景 然後會做這種事 跳完了 就完了 馬上就會唱 今天有讓我們的EP來 來 賣 然後也有貼紙 所以貼紙是不用錢的 大家等一下可以來跟我們拿 我們的貼紙 但是EP要有用錢賣 好 我們要進行 這個擁擠的隊形了 那我們全部要一起上來 超級的 超級的 好 我幫他往前一點 好奇怪了 因為我們跟大家 我們剛剛上次一起上台 是高三高二的時候 吉他社的懲罰 現在好像懲罰喔 我們還在那裡 最後一首歌要唱 我們就是上一張 EP就是比較舊的歌 但是這首歌在 嗯...YouTube上面 是唯二我們的歌 有影片的歌 所以會比較多人聽過 就是如果來聽我們的歌 會比較多人聽過的一首歌 但是通常大家都記不得歌名 就是... 這首歌叫 《昨天我不懂的問題》 大家都會記得 《昨天我不懂的事》 或是今天 或是明天 或是... 最重要的小事 記得有沒有說 最重要的小事 《昨天我不懂的問題》 然後... 《昨天我不懂的問題》 再唱一次 《昨天不懂》 《昨天不懂的問題》 《昨天不懂的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